都其實可以 只是說有些地方可能你們不知道怎麼改 比如說像什麼 像那個如果我今天 在Python裡面用random 可是問題VBA裡面要怎麼產生亂數 而且我亂數要剛好是 1到20之間好了 不要那麼多 1到20之間的話 在Python是這樣寫 VBA各位不知道用怎麼寫嗎 它其實名稱也類似啦 不過它叫rnd 它是函數 rnd函數 那第二個的話呢 另外還有什麼 畫有回圈 在Python裡面是寫成這樣 可是呢在VBA裡面怎麼寫 其實修改的地方 我大概把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也是一樣 這時候把它改版 改在哪裡呢 改在VBA裡面 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一樣喔 1到20之間 輸入10 太低了 所以高一點 15 太高了 12 還是太高 13 還是太高 不就14 Enter 他是不是低一點 低一點 太高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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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多少 11 11 11嗎 對 我沒看清楚訊息 好 反正邏輯一模一樣 我沒改什麼 只是差別就是說 改哪些 就是你如果遇到類似 假設你要把它轉移 就是在Python里面你写完的东西 其实大概几个地方改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产生乱数的话 你可以使用VBA里面的函数叫rnd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当然如果不知道 你可以按F1去查一下 它基本上跟交话里面蛮像 交话里面是产生0到接近1的一个数字 就是最大是0.99999 但是不会是1就对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它在乱数产生的话 是0到那个0.9999 不会是1接近1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产生的是1到20的话 那我需要怎么做 你可以把它乘上多少 乘上20 那可是问题乘上20之后的话 它会是多少数字呢 应该是最小是0 所以0乘上20还是0 所以一定是0 最大呢 接近1啦 所以是19.99999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我先把它取整数好了 INT 为什么取整数呢 第一个反正我就不管 我就是取整数之后 19.999还是19 所以是0到19之间的数字 那如果把它加1的话 那本来是0到19 变成1到20 不就刚好我要的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不想记太多啦 1到20刚刚好 有没有 所以 当然你可以当范本啦 以后如果 它的规则应该懂的意思吧 0 这个VBA指的是VBA内部的函数 那那个Application.Workshoot function 那是指的是Excel里面的函数 OK 这里面有RMD吗 好像我们在这边 好像也有个统计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有个什么 统计那是有个RAM Random还是什么 其实如果说你要用什么 利用那个 我们这个 这边有个 有没有 它也是一样 0且小1 那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用这一个 可是你想说 像刚刚同学问到说 VBA有函数我也可以拿来用 那这边有函数我可不可以拿来用 也可以啊 但是用的方法一不一样 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 假设 我希望怎么样 假设我这一行注解掉 我用 刚刚同学提到的 我如果要内部的那个函数的话 其实写法类似 但是 我当然不建议啦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如果要调用那个 内部的那个方选 250几个 其实还蛮需要学 但是你可能需要 第一个会先把 application拼出来 application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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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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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里面有个叫worksheet function work 大概很长一串 不过你就打在worksheet 这边就有了 worksheet function 这个就是指的 就是我们刚刚插入函数那边全部的 电什么呢 里面有个R开头的 有没有 R 什么 看一下什么 RAN RA A 这里有吗 N D 没有吗 理论上应该会自动列出来才对啊 RND 我看一下 还是是我刚刚打了 R A N D 是不是 没错啊 RND 理论上呢 worksheet function 就调用这边的 R A N D 那我看一下 刚刚程式 理论上如果这边可以调得到 那worksheet function 应该就调得到 点 R A N K 没有D 有有有 这边有 它只有RND Between OK Between Between 意思是什么 瓜糊 Arg1 Between 1 到 20 之间吗 如果其实 它的说明不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取用这个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用的话 有时候我反而会倒过来 到这里面去看说明 RND Between 有 它说传回指定之间的那个最低最高 所以应该1到20 OK 那这样的话呢 一样可以啦 只是说呢 你1到20之间它一样会retend给这个R 一样可以得到结果 是 这VBA用那个函数的话 不用加VBA吗 其实这个VBA有没有 这个delete表也没关系 对对 差别只是说你打个VBA点 有时候就是太多函数啦 背不起来那么多 所以我的习惯是VBA点 然后我先如果清单里面有 那我就直接引用就好了 这样子确保就是程式一定不会打错 OK 那这边的话其他都差不多 所以给各位参考 里面的话 如果你用watch function一招 那这个RND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 如果比起来的话 那其他都差不多 那两者之间 另外有一个 那个fire部分 我这边也是这样写 可是在VBA里面 它是用dofire 那这边一个loop 可能要这样写 另外还有种写法啦 叫什么 fire 如果你不用do的话 你就叫fire 我记得好像这边有个叫win 不过这种写法我比较 win 比较少这样写 firewin 结果一样 可是问题两个都一样 那我干脆用dofire就可以 dofire要loop 然后这边用e好像也OK 因为在VBA里面e也是true 然后0是false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要跳离回圈 前面是break 这边叫exit do 所以这边的话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也就是说以后呢 假如你VBA写得出来 那python也写 python也写得出来 你也可以把它转移到 那个VBA 两边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障碍 ok这一题的话请各位 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把它try一下 这个有关两者之间的 这个资料交换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 如果我刚刚是没有限制 他是无穷回圈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只能拆六次的话 刚刚是一直拆 拆不中继续拆 那现在如果说呢 我希望怎么样 只能拆六次 六次拆不中呢 就跳离了 跟他讲说 你只能拆六次 诶 这个也重要 那你这边应该怎么改 那其实关键就是说 如果无穷回圈 就无穷拆 那如果说你要限制的话 请你改成什么 改for回圈就好了 for回圈的话呢 让他有range就可以了 ok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然后画面先滑给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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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